台东市区一家汽车保养维修厂 21号的下午招人开墙射击 一辆送修的货车前车挡风玻璃窗破裂受损 地面遗留了三颗疑似弹壳的物品 而警方调阅据射器 将涉嫌开枪的离姓男子逮捕到案 他车往这边经过啊 然后回头啊 停在车停在对面那边 然后刚好射我的门口 汽车保养厂的老板 回忆起刚才发生的过程 还是心有余悸 并想不透为何会招人恶意开枪 就下午刚好有人来 人家疑似开枪啊 在我门口射了很多枪 有报警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找到子弹三颗 然后有交给警察了 台东市区一家汽车保养维修厂 21日下午4点半左右 遭到不明人士持枪射击 造成停放在外头的小货车车窗玻璃毁损 保养厂的老板立刻报警处理 而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堂彩阵 并在现场找到遗留的塑胶BB弹三颗 警方也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 追查嫌疑人 并在当日晚间查获嫌疑人 离姓男子 并起出犯案用的空气枪 警方到场见识 查有一部小货车车窗玻璃毁损 现场遗留塑胶BB弹三颗 专案小组查出涉案车辆乙车追人 于当晚查获嫌疑人 离姓男子 起出其犯案用的空气枪 全案以违反刑法 枪炮弹药刀借管刺条例 与恐吓罪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所幸这起事件 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但大白天的嫌犯就敢持枪射击 丝毫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幸亏警方迅速逮捕嫌犯 目前警方也将持续深入调查 厘清犯案的动机 确保其他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陈杰林台东市报导